因古巴政府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并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庇护 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 已经指定古巴为恐怖主义赞助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 通过这一行动 我们将再次追究古巴政府的责任 并发出明确信息 卡斯楚政权必须结束对国际恐怖主义 和颠覆美国司法的支持 几十年来 古巴政府一直为谋杀者 炸弹制造者和截击者提供食物 住所并提供医疗服务 而许多古巴人却挨饿 无家可归且没有基本要务 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已经推翻了前任总统欧巴马 所追求的与古巴缓解关系的政策 川普在2017年6月宣布新的古巴政策 限制美国民众前往古巴旅行 及限制美国与古巴军事情报部门 有关的企业实体商业往来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